陈先生用抗菌吸收乳将手洗干净 不只是吸收乳 由于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升温 一旦发生轻症必须居家照护 陈先生也为家人准备缓解症状的药物 目前本土确诊个案中 大多是轻症或无症状 最常见的三大症状为喉咙疼痛 喉咙骚痒及咳嗽 其他症状是发烧 流鼻水 民众在家可以被 就是含有乙烯氨分成分的一个解热止痛药 再来就是说一些这个流鼻水啦 鼻塞的药 还有就是咳嗽的药 跟肠胃药跟拉肚子的药 药师表示服用成药时 仍需依照外合或药品 标示的用法用量及服用时间 不要过量或减量使用 一旦居家照护也可多补充维他命 或使用血氧机自我监测 这段疫情的时间可以多补充 维他命C的发泡病 或者是维他命D3 因为这些都是有一些 有研究数据显示 它是有帮助community的患者 去缓解他的症状的 让他的新疼代谢力比较好一点 然后人也比较不会疲劳 里面有些人他这个 就是要变成肺炎的这个食物 其实他有时候是无症状 那前面的话会血氧浓度先降低 不会说一下就是转变得那么快 有时候到医院可能就会变成重症 所以说这个部分如果能够 每天监测的话 其实对病情的一个掌握 会比较更精准 一旦出现发烧冒汗 呕吐腹泻 都会造成体液及电解质流失 严重更可能造成脱水 药师建议民众可准备电解质水 或运斗饮料预防脱水 恢复疲劳 大约新闻菜品李明华台北报导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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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